好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现在美乐家最火红的产品 也是最让我兴奋的产品 为什么呢 其实我的肤质的状况 其实是一个敏感性的肤质 再加上混合性的肌肤 那所以这样子的两种肌肤 同时在我的肌肉的脸上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譬如说我容易泛红 我容易敏感 甚至是因为混合性肌肤 T字部位比较油 所以油脂分泌过多 然后两颊又很干 所以这样的肌肤 其实是非常难照顾的 然后我过去使用的产品 就是只能是基础的保养跟保湿 然后我不太敢尝试其他新的产品 或者是比较多添加 那个抗老成分的产品 对我来讲也会油脂过多 那这个产品 极效泼尿酸保湿的精华液 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让我惊艳到 因为我在使用的第一周时候 因为转换产品我都会很小心 害我敏感的反应 所以我都是使用一天 休息两天 然后到了第二个礼拜 我稍微去增加它的使用的频率 所以我使用一天 休息一天 到了第三个礼拜 我才是天天使用 然后到了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发现 我的肌肤的状况 整个很不一样 再加上洗完脸之后 我的脸的肌肤的亮度提升了 然后在洗脸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肌肤的一个 触感 就是洗脸的时候 我的那个粗糙感 一粒一粒的粉刺感受都没有 所以我才非常的惊讶 原来三个礼拜 可以让我的肌肤 有这么大的改善 所以我的使用量不多 但是我维持一天 每一天都使用的时候 就一直到现在 那我回想一下 去年的这个时候 因为天气闷 天气湿热 所以大家都戴口罩 那我很担心在外面 如果要脱口罩的时候 其实我的肌肤状况 不是这么好 然后就一定会泛红 然后一定会有粉刺 然后看起来就 不是那么的好的状态 但是现在 到了今年的夏天 其实我很感动这个产品 因为我现在 即使是素颜 或者是在外面 天气闷热 然后脱口罩的时候 我的肌肤的状况 是非常的健康的 因为这个产品里面 有很棒的水解玻尿酸 有补骨之分 有益生质 我觉得这三个成分 它大大提升 我的肌肤健康状况 有了健康的肌肤之后 我们才能够 抵律外在环境的空气污染 或者是有毒物质 所以肌肤在面对外在空气的时候 不会有这么大的敏感反应 那现在我的肌肤的健康状况 可以去抵律这些外在环境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戴口罩 脱口罩 素颜 我都觉得肌肤的状况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自然的好气色 再来就是即使是上了妆 我会发现因为整个肌肤的健康状况提升了 所以上妆的持久度 还有它的妆容的稳定性 都非常非常的好很多 所以我真的很真心的推荐大家 一定要使用看看 让这个产品让自己今年更美丽更年轻 以上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谢谢大家